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話是第九次上課 然後上個禮拜的重點大概再提示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反正就是把那個 這個開放資料上面的CSV檔案 它其實就是一個CSV檔 那當然以前的做法是你點下載 下載用人工的方式 但是我們現在不要這樣做 我是希望說 你可以透過拍像程式 先把它抓下來 然後直接把它存成什麼 存成ECV檔案 那當然要怎麼抓 那抓的方式當然很多 目前用的比較普遍的 就是用Python裡面的request的這個套件 request裡面有一個方法要點get get的話 就是你要取得後面給它網址 那它就會根據這個網址 去把那個網站上面 所抓到或是所連結的 那因為我們開放資料都是CSV 所以它把CSV的資料通通抓下來 它抓下來之後就是一個字串 有沒有一串字 那這個一串字它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從頭到尾 那中間可能會有換行 那這個換行因為它是用微軟的 應該是用Excel吧或者其他 它換行是反斜線R 反斜線N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轉換成反斜線N 前面有講過 所以其實我們還要切割啦 我覺得最麻煩就是 你下載這個字串之後再切割 那切割還要分兩次切割 所以這個地方如何做字串的切割 有沒有下載下來切割 所以這個地方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SPRIT 有沒有 SPRIT 有點像Excel裡面的資料剖析 那剖析的話有兩個 一個是反斜線R 反斜線N 第一次切 那第一次切的話 一行一行就切一次 那第二次切的話是痘點 所以切兩次 那切兩次的話會產生兩個串列 有沒有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就是把字串 網路上的字串 變成一個串列的過程 串列變要切兩次 第一次是切換行 第二次是切痘點 所以有點麻煩 沒有辦法 如果假設說我希望得到的是一個 那為什麼要得到串列 很簡單 因為你要存為Excel檔案的話 因為最重要裡面有個方法 還記得嗎 叫SHITS SHITS 連 Append Append的瓜糊裡面要串列 所以我們只要產生串列 那你就把它丟進去之後 它就幫你Append到Excel 就是Excel的一列 有沒有 一列的話好像五籃吧 五個出神格 有沒有 一列 一列當單位 Append 一直Append是進去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很快把Excel的檔案 給建立起來了 應該有概念吧 OK 所以其實這個邏輯大概是這樣子 如果你這個邏輯清楚的話 反正你只要照這個邏輯來做 那你說老師那是不是還有別的方法 當然有 我是建議啦 你們可以回去試試看像TrialGPT 你可以直接問他 而且甚至可以直接把網址給他 比如說你可以跟他敘述 請幫我撰寫這個排場程式 這個程式的話呢 就是去爬取網址帽號 你就把那個網址貼上去 然後他滿聰明的 他會自己去抓那個資料之後 再存為Excel檔案 然後送出 其實他會幫你寫 我發現其實現在TrialGPT 好像感覺好像每天都在進步 一打開 結果怎麼又變了 一打開現在說 之前是3.5 現在變了多少 4.0 有沒有 又多一些新東西 所以這個我建議各位可以試看 因為有些東西TrialGPT的部分 我想你們可以嘗試看看 那我發現他其實會真的幫你寫出層 但是他存檔的部分 其實我發現目前TrialGPT最喜歡用的 跟Excel有關的兩個套件 一個就是像OpenPyExcel之外 另外就是Pandas 我發現我試了幾次 他很喜歡用Pandas 把資料存成Excel 另外一個套件 這個我想我們後面再來跟各位談 但是如果你用OpenPyExcel 實際上就是我上禮拜講的 反正就那幾行 你前面三行放上面 然後最後一行是Save 就放下面 中間就是Shift.append 把資料逐一逐一的放進去 那中間的話當然需要個回圈 因為你資料很多 一個一個一個的把資料放進去 OK 最後的話再畫一個什麼 例年切到折線圖 那畫圖的部分的話是這樣的 其實第一個你需要安裝一個套件 畫圖那個MatePyLab那個套件 第一個要裝起來 第二個的話因為折線圖 需要兩個欄 兩欄喔 兩欄就是兩個串列 所以你想要把這個兩個串列產生的話 基本上你再把這個兩個串列 再丟給這個折線圖 它就把你畫出來 所以上個禮拜 我們最後這邊是做了兩個串列 應該各位有印象 一個串列是Lis A 指的就是 其實A就是X軸啦 就水平軸 也就是指的是哪一年的切到按鍵 OK 那Lis B的話呢 指的是那一年 它發生的數量是多少 欸 那我要怎麼去統計數量 統計數量裡面的話 最重要就是用了一個方法 叫Count的方法 OK 這Count的方法的話 其實蠻像Excel裡面的Count if OK 其實到底一樣 就是你在哪一個串列裡面 要找哪一個資料的數量 比如說我把所有的 歷年的那個 全部都列在Lis A裡面 有沒有 然後再利用點Count的方法 去逐一的找出什麼 這個的話找出 先104放到B 105放到B B之類推 所以得到Lis B 實際上就是每一年的 這個切到按鍵的數量是多少 OK 那這個其實蠻像樞紐分析表的那個 樞紐分析表像下拉 它一樣會幫你計算它的數量 也是Count if OK 最後的話有這個A跟B之後 最後的話呢 再引用那個MathPilot 這個要額外安裝喔 這個可能好像我印象中我們是有裝 如果假設你出現那個什麼 Normatual name 有沒有 Name什麼MathPilot 那表示你沒裝成功 然後呢我們就是把圖給畫出來 這個的話就是用MathPilot S的話後面就是一個縮寫啦 如果你不用縮寫的話 這邊名稱要整個放在這裡喔 所以因為它名稱太長 所以我直接把它S PLT 利用這個PLT 裡面要畫折線圖的話 那你就給一個PLT PLT的話就是 這個後面加 其實加兩個就可以 一個是黏的部分 黏的串列 記得一樣也是要串列 所以你會發現 拍檔裡面 資料型態最重要的 真的就是串列 你串列不熟喔 真的很麻煩喔 OK 然後再一個列色B 最後當然我這邊是加上 如果你要R的話是紅色 那節點如果是圈圈的話 那就是加一個O 如果要虛線的話 那就減減 OK 然後畫出來 其實就是 那再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是自行 這個要改 這個一定要改 然後再標題TITLE 然後再水平軸的標題 垂直軸的標題 然後最後Show之後再Save OK 執行一下 這個上禮拜的 那把它執行過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設定的時候 還記得吧 我本來是行內 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改成繪圖 我把它改成QT5 QT5的話它會跳這個 有沒有 有沒有 最後可以把它畫出 我們要的 這個圖 這個字型好像失敗 我再跑一次看看 OK 它會跳出來 這樣都成功了 各位可以看到 最後得到的結果 有沒有 其實你們可以這樣觀察 這個的話 列色A有沒有 其實就是這邊的水平軸 有沒有 就這些資料 列色B的話就是垂直的 有沒有 垂直軸 然後這邊的話是字型 如果你假設沒有這一行 它會出現的是 有點像那個矩形亂碼的感覺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標題 這個標題 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Exo Exo是這個 黏的部分是這個 然後Y軸的數量這邊 這邊是這個 然後Show 點Show的話就是把這個土給Show出來 其他大概都差不多 所以你甚至可以拿這個當範本 上面改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的話我多一個Save SaveFig 就是你可以把這張圖存在低碟 所以如果單單只是看到的話 你就Show 可是如果你不只是要看 而且要存檔的話 那就是把它SaveFig 這樣OK把它關掉 那理論上在我的低碟底下 應該就會有那什麼 那個剛剛講的那個檔案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如果我在低碟底下 應該可以看到 這一個 歷年切道折線圖 點PNG 打開 應該就會看到這張圖 OK 如果假設你大概可以跑個回圈 你甚至可以畫很多張圖 那將來你甚至可以把這些圖 看你要怎麼擺 OK 你會做後續的應用 好 那理論上這上個禮拜重點 OK 應該自己回去 試著確定一下 每個每個地方 你是不是真的都懂了 說懂的話做出來 OK 最好是可以換個題目 不要是台北市的住宅切道 那你可以找一個跟你的專業有關的 因為我發現開放資料上面很多的 像投資理財的資料也有 像股市資料 像保險 像外匯等等的 其實都有 你可以把資料換一下 然後這樣一樣畫圖 像後面我們好像有一個練習題 在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就是0601有沒有 0601這邊 那其實底下有一個抓那個 抓外匯資料的 它一樣匯率的部分 比較美元 美元 日元等等 你也可以把它畫成什麼 這個 可以畫那個折線圖 OK 好像是在這邊吧 底下 這邊 每日外幣參考匯率這邊 OK 那不過呢 我這邊存成Excel 除了用 用那個 我們之前講 我這邊比較特別 我用Pandas 有沒有 如果假設 你想要把 網路上的資料 存成Excel的話 除了可以用那個 OpenPyExcel 其實 還可以用什麼 用Pandas 裡面有個方法 叫TrueExcel 其實TrueExcel非常簡單 你直接把它載入到Pandas 就可以直接TrueExcel 出去就存檔 我覺得Pandas 在這方面 其實也滿簡單的 不妨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的話呢 就是說 上個禮拜這一題 我還有請他回去試試看 就是 自己在繪製一個派圖 各區比例圖 各區比例圖 如果要畫 一樣 它需要兩個串列 一個串列是各區 總共12區 所以你要找出哪12區 那12區的數量又是多少 就是 發生切到案件的數量 那底下其實 已經有參考的程式碼了 不過這個我想 不妨請各位想想看怎麼做 OK 假設 我們今天再做另外一列 我想要繪製一個 叫做各區的比例圖 各區比例圖 應該可以知道吧 就是這個資料裡面 切到案件裡面 到底哪一區的切到案件是最多的 那要怎麼做 其實它如果你實在 因為Python有時候比較抽象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太清楚的話 你可以先下載那個 我們切到案件的資料 再用樞紐分析表統計一下 我覺得比較 樞紐分析表做完之後 你再來看 再把它轉成Python 我覺得會 比較有感覺啦 不然的話我發現很多東西應該覺得很抽象 因為你可以先下載這個 然後把它打開 這個好像上面有沒有做過 那其實Excel的好處是 就簡單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統計什麼 這個資料有沒有 Ctrl向下 總共有3823-1 3822這麼多筆 有沒有就是 一直到113年吧 OK 這個切到案件 但是哪一區 比如說我想要統計的是區對不對 但問題它只有地址 沒有區 上禮拜我們要做一件事有沒有 就是這邊多加一個欄位叫區 如果假設你今天是 Excel裡面的樞紐分析表的話 如果你是樞紐分析表 那你就要先有一個區的欄位 你才有辦法做樞紐分析 所以我把區切出來的話 因為區剛好在中 第四個字取三個字 所以這裡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用文字類函數裡面的MID OK MID裡面切就可以了 當然其他函數差不多意思 那Pi上裡面其實也有類似 OK 第四個字取三個字 那中正就出來了 有沒有 那你把它向下填滿 有沒有 然後再利用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樞紐分析表這個範圍呢 你就把區拖拉到列 它就會 其實這個動作呢 其實就是幫你把這麼多區裡面 把重複的移除掉就對了 就留下那個重複的區 那留下應該是12區 當成是你要統計的主要欄位 OK 就是區的部分 那你的數量呢 一樣再拖拉到尺 這邊就會有你的數量出現了 OK 然後再利用這個呢 畫一個樞紐分析圖有沒有 其實畫圖 然後畫圓形圖 圓形圖的話我們畫平面的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圖給畫出來 OK 類似像這樣 那ESEL裡面的話 它都是比較圖形化 介面 可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想要把一樣的事情 換成在Python來做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當然第一件事 你必須先把這個資料一樣 存ESEL 這個存ESEL一樣 我們就照上個禮拜的 然後第二個比較難的就是 你要產生這兩個欄位 哪兩個欄位 就是那個什麼 第一個就是那個區的欄位 然後再一個欄位就是 數量欄位 有沒有 這兩個就兩個串列 一個串列呢 假設例子A好了 例子A實際上就是區 不重複的區 OK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它的數量 數量的話 一樣用count把它算出來 然後再畫出不是折線圖 是圓形圖 那差別其實就是 那個名稱裡面有沒有 我們上個禮拜那個名稱 我們這個是用的是 這個plus是折線圖 你可以把它改成派 派圖的話 它就 只是說那個語法 這個後面的參數不太一樣 改一下 其實派圖就畫出來 OK 所以也許請各位試試看 上面的部分應該是差不多的 只有下面部分比較需要更改